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后 近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 伊朗已经撕毁伊核协议 或许是全面战争到来的最后前兆 有媒体最新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 伊朗拥有的纯度为3.67%的低农足有库存 已经突破了300千克 这一消息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 同时也标志着伊核协议被彻底废除 早在2015年 美国强逼着伊朗签署了伊核协议 该协议规定伊朗可以拥有纯度不超过3.67% 库存不高于300千克的浓缩油 但是去年 美国人又出尔反尔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并开始大刀阔斧地对伊朗制裁 最主要的就是封锁伊朗的石油通道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美国担心伊朗制造出核武器 我们知道核武器的原料是油235 在所能采到的油矿中 只有0.7%左右的油235 而油自发衰变的周期极其漫长 想要短时间得到大量油235 少不了离心机进行人工干预 而在油浓度为3%左右时 仅限于核能发电 只有达到了90%左右 才能制造出核武器 虽说从3.67%到90% 仍需要不少时间 但在伊朗已经掌握提纯技术 与大量设备情况下 制造出核武器倒也没那么困难 伊朗想要拥有核武器 这就导致了美国全方面的制裁 海湾问题爆发以来 伊朗一直还是遵守伊核协议的 可为何突然选择撕毁伊核协议呢 因为美国人也触碰了他们的底线 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要求其他国家不能进口伊朗石油 这不仅仅是少卖几桶油的问题 很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些国家 对于伊朗石油的依赖 因为各地的石油质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链油厂会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石油 提供一条专门的链油生产线 这将直接导致诸多石油进口国 花大精力改变链油生产线结构 可见美国人对伊朗石油的制裁 伤害是永久性的 未来就算伊朗石油恢复出口 其他国家愿不愿意改变链油生产线还未知 这也就是为什么伊朗仍可击落美国无人机 将农缩油纯度提升 也要表现出绝不退缩的信念 如今美国骑虎难下 伊朗刻不容缓 或许此前双方都没有预料到这种局面 但从这一刻起 战争从未如此的接近 美国人到底是要做一个失败者 还是逼出一个核弹疯子 决定权就在他们手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